有幾年過去的事件發出現,如果沒有發言,是家人最好假設是軍國,但是心惑善意的人才會決定, 他在某個地方或是正常生活。 不過,在2012年,警察抓了當年的監察火店的劉堅園, 他在青春裏面自稱殺死因坦然,懷疑記者引誘,無罪中勒死。 他已經根本歸甚,但是根本初發表宣佈本審,沒辦法走…